圣渊灵修 今日读经 雅歌五到八章 《我心所属》 作者张旭东实习传道 碰读歌中之歌的雅歌 真觉庆人心脾 那真诚浓烈的爱 直击灵魂深处 激荡人心 使人反省我们的爱 深思我心之所属 曾经我们夫妻团契 请一对老夫妻对读雅歌 七十多岁的老弟兄脸上洋溢着恋爱中的甜蜜 而他的妻子则露出少女的羞涩 并自信满满地说 自己虽然黑 却是秀美 读到第五章 我们却看到一个奇怪的场景 前面新郎沉浸在美好的爱情中感叹 我心腹 你的爱情何其美 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你高游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 并且在五章一开始 已经进入那观所的园 一个甜蜜爱情的胜利即将完成 可是五章的二到六节 心腹却紧锁房门 将新郎举至门外 理由是脱了衣服 洗了脚 无论是懒惰 还是自以为圣洁不能玷污 这些理由都是站立不住的 因为他以前所做的一切 不就是为了这一天而预备的吗 不就是为了这位新郎的到来吗 可是他心里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沉睡的身体 拖累了他的心灵 等他明白 新郎不见了 找不到新郎到他 反备城里人的打 本该在洞房 却在街上被人抢夺 这时 我们会看到一个真实的爱情 和形式上的虚假爱情的区别 当我们进入一段真实的爱情后 会全然被对方吸引 那时 我的良人胜过世上所有别人的良人 真实的爱情不会使相爱的良人分离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更不是懒惰和懦弱 我们脱去救人 洗净自己是为什么呢 岂不是为了那圣洁的新郎吗 我们蒙主洁净 岂能受洗之后又与主隔绝呢 真正的信仰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 而是真实的与主联合 否则 在那没有实质的形式中 一定会我神不守舍 我因私爱成病 没有基督的信仰 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 无非是行尸走肉 魂不守舍 内心的空洞 没有神的爱来填满 就一定会私爱成病 倘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 却不能与基督联合 我们就会在这世界中被打 被抢夺 被羞辱 只有真正明白 我属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也是我 才会有如此之坚强的真实爱情 没有真实的尾声 就没有真正的爱情 也不会有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 戴在你壁上如戳记的感动 同样 没有对神真正的爱 也就不会甘愿把神的话语 系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真正明白爱情 就会知道 爱情 种水不能熄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 甚至愚昧的人 企图拿家中所有的财宝 要换爱情 就全被藐视 这是世人无法理解的 因为世人所仰仗的 有限之物 无法与那无限的情感 做交换 就如现在罪中的我们 怎能救赎我们自己的生命呢 有限 有罪的人 无法与永恒的生命 有任何瓜葛 圣经告诉我们 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 也不能替他将赎嫁给神 叫他长远活着 不见朽坏 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 只可永远罢休 有人说 能拿钱解决的问题 就不是问题 因为那是在有限之中 即可处理解决的 所以人的尽头 才是神的开始 人只有用尽自己的能力 真正意识到 自己的有限无能 才会仰望那无限的神 我们常常会看到 首席是新潮澎湃 激动万分的弟兄姊妹 很快就不来教会了 似乎已经完全不需要基督了 我们会去探访 会去劝说 可是外力似乎对他们 没有多大影响 就如常言所说 叫不醒装睡的人 我们无法激动爱情 除非等他自发 等他自己情愿 我们只有求主帮助他们 求圣灵感动他们 当我们真的明白 主的宝贵 主的美好 就会真正激发 我们爱主的心 只有真正的爱主 才会愿意脱离 那污秽的老我 对主的爱有多深 对主的思念 就会有多强 对主的爱有多深 使我们远离老我的意愿 就有多强 当我们真正明白 我心所属 才会进入真正的安息 才能重获自由和喜乐 慈爱的天父 求你吹散蒙蔽 我们心灵的一切迷雾 使我们看到你的全然圣洁 公义和良善 使我们渴慕 与你联合 永不分离 让我们脱离无惠 进入那圣洁美好的爱情 我们都是爱无能的人 求主基督的爱 能赐给我们爱的能力 使我们能爱主爱人 使我的心单单归向主 属于主